那个五一山的时候 他不懂打老虎还是什么 一直打着那些人出来 像我们的快快关门了 都不敢看了 看到他们走动了 那个情况好像很严重这样 那时候我们的心里很紧张 以为我们的生命都没有了 我的妈妈就不会出生 我的妹妹她打电话给一个公司的人 那么那个人他们就来带我们 走了去到新武厂那边 那个环境就是很乱的了 那些女人也不懂 谁拿来煮饭给我们吃 也有外国的记者在那边访问 可以到店里面 他们就拿电话什么东西 就帮走了 本来是应该知道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很多民族 所以他们就不想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就是要共同努力和平 大家不要分种族之间 这样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 是否在那边 我们要学习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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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学习的